近几年间博物馆越来越重视文物跟来源社群间的关系 有许多大博物馆会和部落合作策展 有些族人则进一步希望透过文物作为回溯传统文化的路径 取回是一种方法 但在还没有法律强制制定之下 各界都在讨论该怎么做 9号在台大文学院举办21世纪的人类学博物馆与原住民社群工作方中 多位学者和博物馆从业者也提出看法 现在过程中大家都在试探怎么样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是博物馆在拥有文物之下的还没办法法官之前 跟地方很需要文物能够帮助他们的文化附赠的需求之下 有没有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互助的方式 建立一个比较良善的关系 必须扮演这个托管 那个财产人已经不在是谁的 或者甚至哪一个部落的 或者是博物馆的 或者是国家的 不是 我们不在是过去那一个简单的博物陈列馆 我们其实是必须要有一种服务于过去 现在都未来人群的理念 只是一个托管的性质的话 可能博物馆的魅力会出不来 而这次受邀的美国哈佛大学 皮保德考虎级民族学博物馆馆长 认为文物返还是和原住民族社群建立更好关系的开始 透过这个文物媒介彼此间展开更多交流 同时因为过去经验 有不少文物藏品是经过不当手法取得 因此更需要多方对话 博物馆是呈现原住民族观点的重要场域 人类学家的责任也是不断传达给社会大众 挖掘不同文化 该怎么让文化声音传达出去 专家提醒 第一步事先与族人发展全新关系 原市新闻喜故迪弗洛安台北市采访报道